资讯科学的发展对现今社会非常重要 再加遥拒工作模式和网上学习也是十分流行 另外人工智慧、虚拟实景、大数据分析、电子商贸 和网络保安、云端管理等等都被广泛应用 香港在这方面的技术开发需要大量的资科人才 管系的课程是针对以上的几点而设计的 一年级有通式课程和基础的资科课程 二年级有中阶的电脑硬件、软件应用课程 而三、四年级就分为两个分流 第一个是智能软件开发 而第二个就是网络保安与管理 三年级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作出选择 四年级就有毕业专案和高阶的选修课程 另外我们学系也配备了电脑软件实验室 虚拟实景实验室 电脑视角和人工智慧实验室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经验 除了课堂的学习之外 三年级的同学也可以选择为期半年的在职实习体验 同学可以尽早吸收工作经验 了解实际工作环境的运作 和发展人制网络 在毕业之后就可以更早适应和投身IT工作 大家好,我是Patrick 我是2018年朱学学院 科技科学院的副学生 现在在朱学院任职系统工程师 负责开发VR的教学软件 其实在进来朱学院读CSC前 我在中学没有读过任何相关IT的学科 所以其实在进来之后 我都很担心自己应不应付到 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有很多基础东西会教你 然后你才会学一些更加难的东西 很多人以为CSC就是一科设曲的科 其实除了设曲之后 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的 其实是一门专门研究电脑背后理论的一个学科 其实我在这四年里 我还会学到一些电脑的理论 譬如是一些光移缓 什么是bubble shot 什么是time capacity 这些我们都会学的 还有一些computer structure 譬如是电脑CPU和记忆体如何运作 大家看到我身后有四个大萤幕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虚拟实景装置IMSE CAVE 我们已经利用了这个平台去配合不同学系 去做一些学习上的应用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跟建筑系有关 我们可以用这个装置去展示一些由建筑系统和制作的室内设计场景 同学可以将它们3D的模式回到Unity里面 其实它们是可以做一些 加入一些screpping 去跟用户去做一些互动的效果 就是加入一些灯光的效果 做到亲历其境的效果 另外我们做了一个模拟的工业地盘 就跟这个土木工程系有关 就让用户在里面去找一些工业安全风险 虚拟实景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去真实的环境 也可以体验到真实存在的东西 对比一些传统的学习模式 这个VR Lab我相信可以给到同学更大的动力 以及吸引力去学习 还有现在一些很常说的特别 人工智能、computer simulation 这些我们都会涉及到的 我觉得读完csc 它不会立即让你变成下一个默色的特别 但是它会给你一些基础的知识 让你明白如何用一个电脑的角度去想一样东西 而且在你读的过程中 你会发挥到很多csc方面的兴趣和强项 让你日后无论是继续去进修或者返工 也有更多的选择帮助你去未来铺路 尚知道读完我们的课程会得到什么知识 不如来看看我们同学的毕业作品 第一组同学创作了一个手机程式 去偵測驾车司机的驾驶状态 获得职安局的研究奖学金 第二组同学创作了一个平板应用程式 来评估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能力 另外拿到城市大学举行比赛的第三名 第三组同学创作了一个应用程式 来用VR工具提供给工人驾驶铲车的模拟训练 我们都有一些研究项目给学生尝试 以下是有线电视来拍摄我们研究项目的一些片段 带上眼动仪 将左右两边的镜头对准眼球瞳孔 连接程式之后再进行校对 画面会显示一个红点 这个红点就是瞳孔的注视点 随着红点的移动就可以即时知道测试者 在看哪个位置 研究当中有两类检查 第一类是利用眼动仪 测试眼睛和手指肌肉的协调 纵蘑菇就是其中一个小测试 至于第二类检查 就要利用眼动仪配合动作感应器 观察测试者的平衡感 和注视点的协调 动作感应器采用三维技术 透过屏幕就可以看到测试者的肢体动作 系统将动作配合眼动仪的眼球偵測 就可以分析到眼睛和肢体的协调情况 本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十分理想 除了就业之外 同学也可以选择在本地的公立大学 升读碩士科请 凡是对资讯科学有兴趣的同学 我都欢迎你们加入珠海这个大家庭